我叫了一個白汁,有些煩惹雞王 這裡的大家好,我是奇奧,歡迎大家回來Tekke,仍然是這麼聰明的 那現在終於準備了藍色電力線,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先駁回電線 而且上次準備的時候發現,這個位置,這個火的標誌,下面這個位置其實是空心的 我發現了其實可以用這個位置,就去駁回藍色線,有條線在這裡 那怎麼駁回呢?直線,沒錯,直線駁回 其實我也不知道夠不夠,不過呢,先看看哪個位置駁回 這裡,這裡,這裡,然後,然後,然後再向下兩格 再向下一格,然後,然後怎樣,這個就是同等級的 那就是同等級的,應該就要再下多一格吧,這個可能是小型方法 那如果就這樣駁回,就會駁回地面,很煩,大家知道 那這裡,沒錯,然後掘開它,照樣 那這裡,那邊就在這裡,那條線就在下面 那我不知為何會在這邊駁回 欸,喂,多了駁回了,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這些不重要 那,駁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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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那這樣好像都不需要紅石線,我想想一下,這樣都可以駁回到什麼 就是那個小型方法,應該,應該就是這樣 但是地上陣,由於打燈的問題,始終會有一小塊,不是 這條線會有個很明顯的光暗在這裡,那... 無所謂,無所謂,博通了沒有? 是,接電,對,對,來看看,電點,上升中應該OK的 在這時候當然要鋪到這個邊位,鋪好它,沒錯,鋪好它 然後呢,記得就有這樣的小型方法,沒錯,就是這個 所以平時的小型方法會比較好,說了很多次 鋪緊去吧,面那層 要多瞄個位才可以很煩 沒錯,這樣 很煩,雖然那個位置真的有點難按 放好它,雖然超級明顯擺明有些東西在這裡 無所謂,隨便吧,走下去沒問題就行 放這個也是擺明我會走路 這個時候就拿回...喂,按吧 先拿回去,那個鋪 那個鋪在這裡 然後再剪一塊吧,不知道夠不夠 雖然我覺得不夠 那...分好類之後做什麼呢? 待會再說吧 我想...不如先打中介龍吧 這個會比較好玩 一邊弄好這些,好像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就不太複雜的 但我怕會悶到人 認真 既然是這樣 不如下一個就打中介龍吧 這樣應該會比較有趣 趣味性 但還是這麼聰明 不過聰明的話,趣味性不會大 就是這樣 那...應該呢 先把紅色信號給他 拿馬,計時器 放在哪裏 這個...沒錯 這個...加上... 計時器 我不知道放在哪裏 好 我猜放在這裏其實應該可以的 這裡 對著它 接著一秒一次 當一秒一次 那...應該分到一些金屬出來 但身上沒有什麼 那...回去拿些 順便放其他分類機 還有剩下牌 那...第一個就是金屬 第二個我猜放那些礦物會比較好 那些...那些... 是不是叫礦物呢? 嗯...珍貴的 算是礦物就礦物 即是... 梅和鑽石礦物在一起 那...金屬呢... 拿回一點 為什麼... 而且這些... 我真的想變回什麼方法 那... 就先... 這些... 這些都要拿去分類 接著...應該還有的 黑鑰石... 黑鑰石我也算是 對... 還有珍珠 還有青金石 然後拿回什麼 碎石 碎石也是 誰說碎石不是 那...其他東西我猜... 應該可以放低了 對了 那將東西全部分類之後 就可以開始弄東西了 哈哈哈... 好厲害 是不是叫做弄東西 不是... 分類就... 很開心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吧... 嗯... 做點... 先放放低 對... 這個箱實在太亂了 我們現在要收拾好 好漂亮 是不是這樣 還有些東西 對... 然後...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可以拿過去先 試一試 這個是晶鐵 拿著先 那... 現在應該放些... 是不是叫做東西 這些... 金屬 金屬應該會到第一個箱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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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是在吸收 對... 樓梯 對... 樓梯 樓梯 不是... 樓梯 那... 應該正在睡覺 喂... 不見了 喂... 去了哪裡 喂... 應該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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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飛到哪裡了 是不是沒有電 其實這個東西 不... 又不是沒有電 那... 嗯... 喂... 好像... 其實真的沒有電 好像真的沒有電 先拆掉它 對... 那...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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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樣... 可以不可以呢 喂... 這個不是有電嗎 喂... 算了... 調慢一點 看看... 那些東西我怕會到這邊 認真 好害怕 還有... 我覺得有... 很大機會真的去到這邊 好嗎 呃... 咦... 又不是啊... 那裡 難道倒回頭 好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但應該不會倒回頭 應該 我說應該 應該 應該倒回頭 其實... 其實... 根本都沒有動過 好嗎 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 我們要檢查一下這個問題 所在的在哪裡 其實... 不是... 這塊是對的 這個... 變相反相器 對的 是這塊 不是... 先拆一拆看看是不是它 好害怕 咦... 沒有錯... 是這塊 然後... 這塊呢 這塊有電的 這塊有電 那... 銀... 有銀的白色 對... 為什麼... 沒有電的 對... 算了 放回去 無論如何都放回去 對... 不是... 就是這邊 不是... 這邊一定不對 這邊一定不對 一定不是這裡 嘩... 很迷惡這個東西突然 平時應該做得到 這個... 音速螺絲批 拿出來 釣 再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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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東西啊 先爆了這條管 先爆了這條管 為什麼要這樣 喂... 泵東西啊 為什麼要這樣 嗯... 拍馬沒有問題 照九 是沒有問題 這邊也對 為什麼要這樣 那... 我猜... 要修正了問題 等一下才回來 對... 修正了問題 那... 我又找回一些東西 那... 我的確是留了東西 就是這個 叫什麼... 緩衝器 那就是之前做的東西 就是... 做這個... 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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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衝器 好像是... 緩衝器 那... 它要放在分類機前面 做分類機的... 那個... 叫什麼... 的... 物品欄 好像是這樣 應該OK吧 現在就是了 那...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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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不記得方向 應該在這邊 對... 嗯... 好像是對 然後... 速度是多少 一秒... 一秒... 看看你有沒有分類 現在... 呃... 不要見了 是不是方向錯呢? 呃... 等一下... 方向... 方向... 呃... 是不是這邊? 呃... 怎麼好像也不行? 看看... 是不是電影的問題? 不是... 我知道什麼問題 這些東西還沒排好 然後... 排好... 紅... 橙... 黃... 不是這個... 橙... 然後這個... 綠... 不是... 這樣... 然後綠... 藍... 要排好一點 吃起來會得著 這樣... 應該是對的 現在就是 應該會噴出來吧? 其實... 剛才才是對方向 因為... 晶鐵的話... 好像應該是... 那邊... 會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 就是這邊... 是不是呢? 喂... 這不是不對的 喂... 還是不對的 喂... 什麼事啊? 電對啊... 白色啊... 對... 白色啊... 白色在這裡嗎? 對... 呃... 還是要過一格呢? 喂... 不是啊... 這個對的... 還是沒有搏東西呢? 電... 電有啦... 紅石訊號也有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是... 這個東西是錯方向呢? 呃... 我不肯定啊... 還是這樣才對呢? 原來這個東西是錯方向OK的 那麼... 對... 現在就去到白色這裡 對... 就是這個... 金屬箱 那... 其他都調回方向先 方向... 方向問題原來這麼嚴重 很煩 為什麼我經常坐這樣的東西? 那些方向... 對... 然後有小型方塊 然後放好東西先 對... 這個是一個... 追反的步驟 可以這麼說嗎? 一點點... 對... 那... 撿一撿 那... 呃...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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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它啊! 放好... 這些... 小型方法永遠最艱巨的任務 是不是... 不對... 你看... 對... 瘋子的時候放錯 那... 先放好它 對... 那... 那... 我之前好像都拿了東西 這些... 這些... 藍寶石 對... 那... 這些就放去橙色那行 那... 第一個雙橙色 那... 這個白... 欸... 不要教... 沒有東西那些不要教著 那... 排色一會兒才排 因為未齊了啦... 大家都知道 那... 還有紅寶石 然後... 紅石暫時放在這裡 也是... 那...有沒有... 碎石... 橙色... 對... 橙色... 對... 這些... 其實我想粉字一個是... 一字一箱都是粉 這些... 就是紅石粉 這些東西呢... 整箱都是紅石粉 那... 之後下一個要分的 是什麼... 第二個... 其實我應該先放回後面的牆 那... 那... 還有... 我最後呢... 不知為什麼用了一個白癡設計呢 就是把這個... 什麼... 嗯... 紅石... 合金... 不是... 紅色合金線... 我就拆了它 即是不再用這個紅石運輸管 不知道搞什麼 就用這個普通運輸管 不知道搞什麼 真的... 瘋了... 接著... 紅石... 放在後面 不知道搞什麼 我真的瘋了... 那... 先放好這些東西 對... 這裡... 沒錯... 沒錯... 有些箱子遮蓋就算了 對了... 那... 放回這些小型方法 小型方法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很難去分類 因為... 實在太多了 所以... 這些... 放在這個... 鍊金箱裡面 喂... 袋? 可能是吧 欸... 這裡放了嗎? 好像是... 那... 先放好它 但... 有個缺點用這個東西 其實都... 即是這個分類機呢 其實... 應該是對的啦 那... 應該是對的啦 其實... 我覺得剛才最大問題 根本就是分類機 扔錯方向了 好嗎? 那... OK... 青金石去第二格 沒錯...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分類 不是... 黑曜石也是... 黑曜石也是... 黑曜石要去這個... 第二格沒錯... 對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都覺得黑曜石是寶石的 因為... 其實... 其實也是的 對... 那... 然後... 放下三個箱子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跟著重要性來分嗎? 然後... 不是... 先調好它 不是... 不是... 這邊... 粉紅色是下一格 然後... 嗯... 卵石... 泥... 然後... 石磚... 砂磚... 對... 然後... 全部扔進去 嗯... 全部扔進去 這些... YES可以扔進去 然後下一格就是木 不是... 一個是自然方法 一個是建築方法 可以這麼說 嗯... 不過... 都是一大堆的 所以... 白色... 白色... 然後... 橙色呢... 就是... 木... 其實... 橙色... 木... 沒問題... 然後... 還有什麼呢?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 白色是... 管道 對... 然後... 轉回去 對... 白色是管道 呃... 石... 然後這個... 叫什麼? 氣動運輸管 其實... 應該還有一些紅石在這裡 應該... 拿回一塊... 拿回... 一塊... 一塊... 咦... 其實全部都好 然後... 弄一個紅石運輸管 拿去分類而已 但是... 剩下那些我拿去弄紅石運輸管 不知道搞什麼 那... 之後呢... 應該是這部 對... 然後... 白色就是... 這個... 管道 沒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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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管啊... 線啊... 這些... 傳送用這些東西 對... 然後這些都可以丟到箱裡 嘩... 立刻方便爆多 先是不是? 然後... 還有什麼... 這個箱不知道搞什麼 我也不知道想怎樣 那... 還有什麼可以放進去的? 然後... 這個... 藍石啦... 螢光石啦... 黑曜石粉呢... 其實... 煤也是... 煤也是... 煤也是放在礦物的箱裡 鑽石也是... 當然是... 鑽石... 那... 藍石... 應該拿了... 這部... 這部... 橙色這部... 那... 鑽石... 螢光石... 不是... 螢光粉... 還有... 藍石... 梅... 都在這部... 沒錯... 這個... 排顏色的... 叫什麼... 排顏色... 強壁整... 有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 不知道... 但我覺得... 我很肯定有... 這樣... 我們又要在這裡排顏色這個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 正的... 這顏色排對的時候 這顏色排對的時候 真的很正... 這個時候... 我們在地底... 那... 你很幸運 那... 我們先回去拿一些東西 那... 我們今天完全是一個執箱的 是不是這麼說 呃... 看看... 執箱... 不... 還有... 應該找回那個箱子用木製品 看看... 這個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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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箱子應該是木製品的木製品 那... 那... 呃... 停雨較緊要 沒錯 那... 等它慢慢停了 那... 其實... 有一點點... 不... 那... 這個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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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st啊 那... 哦... 要放進來 其實金盤這個草頭也很重要 這個狗?! 我常常叫做草頭 不知道搞什麼 這個時候就金屬 我會坐我 我記得有元素也會放 然後東西 然後磚 其實不用拿磚 這些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 算吧 算吧 太大舊了 還有什麼 這個 我猜分完類 再回來怎麼辦 不是 把所有的箱子都放進去 好 其實我想把箱子拿回來 會比較好 認真 對 我覺得會 但是 我們現在不夠位 那 所以 放下一些東西 沒錯 沒錯 就是要這樣做 與此同時 如果工廠 如果工廠 有什麼工廠 都會進來 這個系統 應該 就是可能 那 開始有一點點懷疑 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 要把紅石先上去 是一個 可以煩惱的一件事 那 但是 我忘記 可不可以把管影 就是這個 咦 它在哪裡 喂 已經分走了 這麼快 那 應該在這裡 對 這個箱 對 沒有坐在這裡 還有9條 應該夠 用這個 用這個 那 等等 這個時候 我要爆箱 不是 沒有爆箱 用這個 沒錯 我們有一個 S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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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管 OK的 沒有 有問題 其實這個 需要紅石管嗎 我不知道 隨便 鑊 其實是鑊 可以鑊 這個時候 我們要 拆一拆這件 這個 床頭 沒錯 拆了 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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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東西 繼續在吵 這是很煩的一件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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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舊 為什麼永遠都要跟我 坐方向 為什麼 其實我記得 應該用這個東西 按住Shift 再按右鍵 是可以拆下來的 但是 我不知道 為什麼還會這樣做 然後 應該做一條管 沒錯 還有一條管 然後 這樣 這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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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鑽石局 對 這裡 拆回牆 看看 這裡 沒錯 這個位置 先把隱蔽 這裡 然後 電腦 放在後面 這裡 這裡 對 這裡 這裡 這個東西 怎麼好呢 拆一拆你 拆了你 放過一格 放過一格 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對了 咦 我又走出去 喂 出去 逃出紅石陣 紅石線 逃出紅石線 對 然後 我爆錯block 很明顯 然後 這裡 拆回這裡 後面 這兩格 不用了 現在 放下 太馬 在哪 放下 太馬 沒有坐 那 就放在這裡 沒有 不能放在牆上 然後 螺絲批 螺絲批 你怎麼這麼煩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現在已經拍了多久 我怕超時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嗯 教訓中 然後 1秒 一下 其實平常可以再快一點 但是 機快是問題 對 這個時候應該OK吧 這個時候先看看 錄了多久 拍了多久 認真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完全忘記計時 那 看看 這個 暫時可以 那 拍多一點點 應該可以 那 放下什麼 這個 不是 這個放下 喂 小型方塊 沒錯 小型方塊 我是要這個 沒錯 然後 其實只有兩塊 兩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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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 其實只有兩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 這裡 好嗎 然後這個 啊 這次又真的是這個 放好夢想 然後拆 什麼拆 不用啊 不用啊 放好管 對 鐵呢 先放在這裡 算吧 然後 很煩 一會兒又要把這個箱子拆掉 這些才是最煩的地方 好嗎 把一個弄好的箱子拆掉 才是全世界最煩最恐怖的一件事好嗎 好嗎 不過隨便 嗯 先收拆好東西 行不行 不是 把東西拆上去 就對了 我們不用經常下來這個地方 設定東西才下來 這樣 會比較輕鬆方便 快捏1.2 是不是 東西 放進來 應該可以動緊的 對 應該可以動緊的 應該就是 好像這些都分了類 沒錯 不是 沙磚給我 對 然後 石線 分了類 然後 這個管好像也分了類 對 那些東西先放進去 然後 這個 不是這個不要藏起來 我總是覺得會有些用 那 這三個才是最有用的工具 是不是這樣說 你和我下來這個箱子裡想怎樣 呃 不是 拆了 拆了 很明顯 爆了東西出來 很明顯 爆了東西出來 那 對 和我下去了分類機 沒錯 那 先弄好些東西 這樣 再弄好它出來 對 那 我猜今天真的弄好東西 就先搞定 那麽多 那 那 怎樣組裝分類機 我猜大家都不會很想看 真的 因為真的有點悶 對 那 應該這格放了就可以了 那 我們差一塊沙轉 那 就 不知道在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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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那 那 對 那 那 我覺得 那 0.75应该可以的,不就是0.7 但应该会令到很厉害,其实也不会很厉害 尤其使用这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这些东西不断掉下来,就是一大堆东西 好像把钱全部倒出来,不是赌钱,人家拿了一大堆钱,紫币,金币,然后倒出来 好像很酷,这个主要用途不是 我们现在弄到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猜今天就暂时弄到这么多 其他东西怎样分类呢?我猜自己设置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好闷又烦,自己弄的时候也比较烦 所以下次之前自己设置好 然后下一件事就是准备打中介龙,没错 因为我想完第二季之前搞定这件事,了结心事 是不是心事?去事难吧,没所谓 因为拍完第二季,我真的不想拍Tekkit主 因为很厉害,认真这件事是主人 所以...或者会拍下一件事 不是,新版的 所以...今天要讲话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就按LIKE 那有没有意见,留言 还有如果你想支持我,就按订阅一下 所以今天要讲话就差不多了 那下次再见 BYE BYE